我们今日10月14日 也是华夏文明国立11月18 刚好今日也是布莎明天圣戒了 我们以至真至诚之心 也希望能够透过整个台东太马里地道曙光 带来人心的安定 如同人类的脑下垂体各种基数 寻成内在的一个亲近与专注跟安定了 我们为此能量同声开口 祈祷所有的人类能够随着一颗真正的心 合一圆满寇宗 即十方法界众生 开悟成就正片无障正等正觉 得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 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 集善知识与余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 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 就如同行使在天上一样 并转换至身的神经血液细胞 染色体DNA RNA基因 原子原子和子子电子中子 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 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 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受感恩 再感恩无限的感恩 我们以感恩的心了解到佛 是代表觉悟觉醒 所以是一个圆满者 所以我们本身都具足了 所以都是未来佛 我们为此同身开口 合一的身口意 同身同愿 让身心灵整个达到合一 正式归一起颂 归佛规法规身 归佛两族尊 归法离遇尊 归身重重尊 归佛离开地狱道 归法不惰恶鬼道 归身不惰出身旁生道 归佛敬 归法敬 归身敬 归佛规法规身 归佛两族尊 归法离遇尊 归身重重尊 归佛地狱道 归法不惰恶鬼道 归身不惰出身旁生道 归佛敬 归法敬 归身敬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两族尊 归法 礼遇尊 归身重重尊 归佛不惰地狱道 归法不惰恶鬼道 归身不惰出身旁生道 归佛敬 归法敬 归身敬 一切归白敬 感恩在此同身开口 将所有的白敬 完全透过雪山平律 共振 将在此所有十方法界众生 白敬旅行者 以及所有的未来佛 背后所有的主德 累世父母 累世师长 一切冤亲在主菩萨 回归净土 亲启 感恩的心 在此刻 我们如何 让整个 永明佛室 透过我们 前面的太平洋 这个明堂 如此的明亮 能够带来 所有的家人 都能够 回归西方 极乐净土 西方就在 我们每一个人 以真正的经营 经营我们的 人类的 基底和神经 从起心 动念 都能够 如此的感恩 如此的学会 宽恕 合一 代表内心里面 真正的 就只有 无限的感恩 清静 喜悦 产生 无比 无边 无际的智慧 感恩 也透过今日寇宗 带来一切 平安 带来内心里面 更多的 喜悦 清静 祝福 每一个人 希望您看到 此影片 都能够 完全进入到 一个脑中叶的 钻石 以清静 以感恩 以不断的 扬升 灵魂 此刻 您已得到 内在 最安然 最自在的 平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